現在就是我要去一個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呢 這裡就是 你知道我頭頂山是什麼 我第一次在牛津爵 我其實還蠻高的 本人就是身高151 151 可是感覺有點快到頂耶 這個其實我覺得走起來有點 沒有想到我也會有這麼一天 頂天立地 頂天立地 對 然後上面是鐵路 不過有點害怕 就是想說如果撞到頭就很糗 之類的 好酷喔這個地方 可是他這個真的還蠻低的耶 那可是他們英國人都很高 這樣不會撞到頭 還是他們都是這樣 還是是我自己的錯覺 還是我自己的錯覺 自己以為GG很高 就151 其實剛剛那個姿勢有點累 對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沿著泰晤士河 那個小禁走過來這邊是私人區 也就是說這裡的床屋呢 比較高級一點 就是我們的高級住宅區啦 你知道也有分等級 然後呢 其實我發現他們不管是河畔啊 湖畔啊 都有很多鵝啊 然後鴨啊 然後他們這裡鴿子又特別多 然後我剛剛其實有去 那個把那些 就想說要跟那些鴿子玩嘛 就是他們都飛走 可是鴨呢 我就不太敢 因為他們很兇 你們不要以為 就是這些小動物就是 可能很溫柔 我覺得我進去可能就被 全部圍毆 就被捉 一直捉一直捉一直捉 所以我們不要做這麼危險的動作 好 那我們現在走這裡呢 為什麼這裡叫私人區 就是最前面那個亭靠的那個 有一個站 有一個港口 然後那個是私人所有 所以基本上 那一邊的話就是要 不能夠隨便進出啦 然後我還要再補充一點 就是在英國吧 尤其是我覺得是歐洲西方國家 然後你要跟人家拍照 就像我做那個任務跟人家拍照 一定要事先經過人家的同意 然後再來就是小朋友千萬不要亂拍 很危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小朋友千萬不要亂拍很危險 因為就是國外很注重人權 天賦人權 若刻的思想 18世紀就是從英國這裡開始的 沒有在開玩笑 所以要跟他們拍照的話 一定要先得過父母的同意 就是問他們父母說 可不可以跟你的小孩子拍照 然後他們得到他們同意之後 你才可以跟他們拍照 像我剛剛在那個鄉間小鷹 然後就 我是講話太快 好 結果有時候 四個小朋友一直跟我們打仗 我覺得他們好可愛喔 然後我就想說 我會問他父母說 可不可以跟他們一起拍照 所以我就說 Excuse me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him with them 對 然後他說 No 然後我說 It's okay Thanks 對 你就是要經過他們同意 不然這個很嚴重 你有可能會被告 出來出國玩就被告 對 就是這樣子 這是 這個是鴨吧 這個是鴨吧 這個是鴨 欸 他是不是很生氣 他等一下佐我怎麼辦 會不會 我會不會我被你佐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心情太多 就是害怕 我就是個超時啦 然後前面這裡就是一個遊艇 很貴 我跟你說 其實 船啊 我覺得在歐洲就是一個 有錢的象徵 有錢人 他們就是有一張 私人遊艇 然後就可以開著遊艇出海什麼 欸你看那個鵨 欸我現在要頂著氣通過他嗎 因為我怕他們佐我 應該不會 欸被佐不是開玩笑的 還不過我還好我在 就是有保生根果的保險 可是這裡也不是生根果 反正我就是有保理有平安險 有包含那個醫療險 對 所以被佐的話 至少 可能還可以賺一些醫藥費 哈哈哈 對 可是我不想受傷 欸看一下這艘船 很漂亮欸 他外面 Blake Blake什麼 zwong zwong 哦還講錯 啊 就是畢竟我很潑 可是他這艘船 其實外觀是蠻有質感的 然後 他 啊 那個船的那個門上啊 還有一些他們的那個畫 非常 感覺 裡面真的是有住人 就 可能住在裡面這樣子 好啊我覺得在這邊還蠻舒服的 我們就慢慢的欣賞完這一段吧 好的大家 欸差點還走過頭 這裡就是我剛講的那個 私人的 那個什麼 那個 港 那個港口 然後 他通過就是 你看他前面 他有那個轉 轉的 你就是要付錢 他不是國營的喔 他是民營的 民營的 對 然後就是打開 你的船就可以這樣子通過 然後 就繞過去 繞回去 這樣子 太不適合 和派 我的介紹就到這裡結 結束 這是我今天在 牛津的半日遊 謝謝我的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